水牛和狮子之间的战争永不停息 在非洲草原上啊 一个是大哥 一个是非洲野牛 他们之间的战争啊 天天干 水牛啊 虽然是狮子的主要食物 但是每年死在水牛脚下的狮子 是最多的 这水牛要是疯狂起来呀 那绝对是无敌了 这大脑瓜子配上牛角 给狮子干够呛啊 一顿多重 这体格子在这摆着呢啊 雄性大水牛啊 直接给狮子逼得上树了 这就是草原上的大哥啊 今天没有办法 被水牛啊 赶出这片领地 只要下来啊 就死定了 这个水牛啊 绝对不会手下留情 看这样 今天水牛是有备而来呀 绝对是要和狮子啊 决一死战 完了 这个狮子掉下来了 今天真是狮子王悲惨的一天呢 这狮子王挺聪明啊 躲到大树的后面 聪明的话赶紧跑吧 看这样 现在想走都走不了了 被水牛围上了啊 这个水牛角啊 一旦刮到狮子身上 那就是死定了 看看这个狮子啊 垂死挣扎啊 也不肯离开自己的领地 这回死的是真惨啊 看看被水牛干的 这个狮子王也够勇敢啊 一直在坚持 知道自己不行了 也没有放弃自己狩猎 现在站都站不起来了 今天的水牛啊 把整个狮群全部打散 现在母狮子啊 全部逃跑了 所以说这狮子王啊 也挺遭罪 自己的期限啊 把他扔这了啊 今天是最惊险的一幕啊 水牛大获全胜 牛逼啊 水牛和狮子之间的战争 永不停息 非洲草原的大哥啊 狮子王今天带着他的旗切 准备狩猎水牛 水牛啊 是狮子的主要食物 但是每年死在水牛脚下的狮子 数量是最多的 非洲水牛呢 也叫做非洲野牛 绝对是暴皮乡 现在母狮子啊 先展开了追杀 然后呢 挑落单的水牛进行攻击 但是今天的水牛群啊 非常的暴团 很难对付啊 看看过来把水 过来啊 把狮子就挑起来两米多高 这绝对是暴皮乡 这个水牛脚啊 刮到了狮子的后腿上 这个是最致命的打击 对狮子的伤害啊 最大 而且狮子一旦受伤啊 就很难生存下去 这些凶猛的动物啊 饿都饿死了 同类是不会给它食物的 今天的水牛真的非常齐心 非常抱团 一点机会不给啊 这个小水牛啊 也很聪明啊 紧紧的跟在 母亲后面 是强壮的大水牛啊 一吨多重 再配上这个牛角啊 也相当厉害 而且善于奔跑 这个小水牛啊 被狮子给干到水里去了 这个母狮子啊 在狩猎的时候啊 都是冲在最前面 雄性狮子啊 狮子王 一般都是吃现成的 关键时刻啊 狮子王才闪亮登场 一般情况下 三头狮子啊 可以对付一头水牛 结果又被水牛反杀了 看着今天的午餐呢 要泡汤 天然大牛排啊 吃不上了 今天的水牛 真的很给力啊 看看这个牛角 非常的锋利啊 给狮子王也赶走了 非洲野犬和狮子之间的战争 永不停息 为了争夺幽珠啊 非洲野犬和狮子 也是大打出手 非洲野犬呢 被称为三哥 在非洲草原上 也是有一号啊 看一看狮子 轻松的拿下一只野犬 这三哥啊 非常的抱团 但是面对狮子 也不敢下手了 连连后退啊 狮子杀死三哥以后啊 他是不会吃的 非常的讲究啊 三哥的队伍啊 越来越强大 通过叫声啊 很快就把队友集结过来了 石群呢 这边也准备好了战斗啊 现在石群呢 找到了三哥的巢穴 现在小野犬很危险 狮子王啊 带队 带着他的琪切 准备 猎杀三哥 看看啊 一口一个啊 还是狮子王的力量强大 一口一个啊 这要灭门啊 远处的非洲野犬呢 不敢过来 眼看着小野犬呢 被狮子猎杀 因为这面狮子的队伍也比较强大 今天石群呢 报仇非常到位 这个仇啊 是结下了 非洲野犬呢 这几年在非洲草原上啊 混得风生垂起 它的繁殖速度啊 非常快 除了狮子猎狗以外呢 排行老三了一点 而且害在迅速的增长 现在猎狗啊 遇到落单的狮子了 他们也是痛下杀手啊 擅长于韬缸 专门攻击狮子的屁股 这真是互相报仇啊 最后把狮子也是干的电体沥伤 勇敢 今天的水牛群啊 阵容啊 比较强大 直接把狮子包围了 来说好好的 回不去了 只能硬干了 都是成年的大水牛啊 不好对付 吃草的动物当中啊 水牛是比较齐心的 经常反杀狮子 每年呢 死在水牛脚下的狮子 数量是最多的 所以说狩猎水牛啊 一定要小心 弄不好啊 就连 小命都大上了 掉下来就死定了 掉下来了 完了 被水牛一顿干了 一点机会都不给 这大脑瓜壳子啊 一顿错 这个更惨啊 被水牛调起来 两米都高 今天的水牛群啊 报仇非常成功 感觉很轻松啊 像玩游戏一样 轻松的把石子调起来 所以说呀 不要去招惹 非洲水牛 后果很严重啊 看看把这个石子往外干的 最后死的呀 真惨 再看看猎狗啊 和豹子之间的厮杀 这个猎狗啊 被称为二哥 绝对有一号啊 可以在花豹的口中啊 把食物抢走 花豹啊 一点办法都没有 可以啊 花豹反下成功 拿下猎狗啊 妈妈 小姐 来啦 每的人 già